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南拥有一個嚴禁害肥皂環境 近年來受到氣候變遷污染 汽水滴的環境破壞 餘老技術增進丁因素 應用嚴禁害肥皂支援 為支援永續利用 台南市長威力和台南市区議員 總幹事陳忠德今天 邀請產品國小師生六十多人 在中文肥皂進行五千萬歲的 青蛙肥皂洪流酸團 讓學生體驗了解 在中的時間和地點 應中的方式洪流 中的肥皂的肥皂洪流 理念於我 也可以增加肥皂支援 讓我煮完熱悠悠 在中文肥皂標示 今天非常高興 我們能夠來 我們將軍漁港來做 漁苗放流的 這個動作 那一方面呢 是要讓漁業資源持續永續 不要讓漁業資源枯竭 另外一方面也是 教育我們 像我背後 我們強平國小的小朋友 能夠來保育這個環境 能夠保育這個生態 能夠讓漁業資源永續 才不會一直過度撈捕 然後來漁業資源枯竭 這個是讓小朋友 一個非常好的機會教育 那也是讓他們 書本上看過 但是自己親身體驗 這反而是更有意義的 那我們謝謝 臺南縣區議會 也謝謝海巡署 也謝謝 我們農業局的同仁 大家都很協力 大家一起來 做好這個 既有教育性 既有生態性 既有資源永續性 的一個活動 都要給他們 既建議和我們 免對全球 暖化和環境變遷 他們所 他以為漁家族館 有共濟的出生 漁家族館的保育 這個工作是需要政府和專民 接新漂流共同來完成 所以我們中間改善 和偏操實性的 綜留的物證 可以優好 修好海牛的形態 和配合海牛的蓬勃 的基礎生產 另外 提借魚面 和釣竊 如果抓到 保持牆魚的時候 請配合 將這個 比較小吃的 和魚 跟蚌倒在大海 繼續生長 以共同為 以後 漁家族館 永續發展 以上是 獨佩門新聞 慢慢報道